第八题 根据气象局发布的台风警报显示 928-80残爱台风杜鹃的中心位置在花莲东南东方约240公里的海面上 持续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方向前进 请问有关于此台风的位置及动向的描述何者错误 我们看到上面已经告诉我们是位在花莲的东南东方 所以它就是以花莲为参考点 那么所以呢选项A呢是对的 那么台风位在花莲的东南东方 所以就表示花莲位在台风的西北西方 所以呢选项B呢也是对的 那么他们已经告诉我们是距离是240公里的 所以呢C选项说中心距离花莲大概是240公里 这个也是对的 那么它告诉我们说它位在240公里 那么每小时是20公里 所以应该会12个小时就会到达台湾 那么80之后的12个小时就是晚上8点钟 所以应该是9月28号晚上8点的时候会到达台湾 所以选项珠是错的 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下列迅速是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若台风的行进方向及速度不变 则台风中心大约在929早上8点钟登陆台湾本岛 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928的晚上8点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